召怯的团圆休息室 人员开始管制 就在两个小时前 穿着黑衣的男子 大摇大摆的走进演艺厅的办公室 偷走了团圆皮包内的3000元后 神情自卧的离开现场 因为我们全部都在那边工作 我们根本连看都没看到这个人进去 我们就是有人前不见了 然后出来掉录影带来看到那个人 特别来基隆文化中心演出的 Ooo剧团 团圆一行12人 原定在22号晚间举行演出 上午团圆在舞台彩排 后台的团圆休息室 竟然摸进了一名窃贼 团圆的生活费召窃 立刻向警方报警 我们在那个舞台上面排练 所以休息室是完全没有人 然后我们回来之后 其实都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因为包包都还在我们原本的地方 是我们想要去买东西 才发现有人钱被偷 然后我们就马上去掉录影机 就发现他非常的悠哉的 在我们休息室大概待了七八分钟 而且就进去又出来进去又出来 警方一眼就认出画面上的谢姓窃贼 因为涉及多起的窃盗案 遭到桃团及台中地检署的通缉中 今天谢姓窃贼到护证事务所 有补办身份证时被警方逮个证着 这个窃贤是有涉嫌到其他窃案的彰化地检 跟台中地检的窃盗通缉 那经过我们通报我们辖内的派出所 经由正宾派出所在辖内查获到这个谢姓 谢姓嫌犯落网后 偷来的三千元还没花掉就被警方逮到 文化中心演艺厅也采取了人员管制的措施 未来进出都要佩戴识别证 来杜绝有心人士趁机入内 确保团圆人生及财务的安全 记者黄少民采访报道